然而这一次 龙坤似乎已经没有之前那般好说话了 并不打算继续任人宰割 虽然凭借暗以魔龙的力量 这辈子也不可能将龙坤抹杀了 但龙坤作为凤凰一脉的强者 绝不允许自己独属于凤凰一脉的威严 被龙族所压制 诚诚 刚才我已经让你耍尽了威风 现在开始我要让你明白 什么才是凤凰一族的骄傲 这一脉沉寂了数万年 也是时候告诉这个大陆 谁才是当年守护他们的存在 下一刻龙坤真正的爆发了 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开始燃烧起真正的凤凰火焰 当他窜起身影 锁定暗意魔龙魂体气息的一刹那 身后其他三道龙魂 同时感受到了一股真正灭亡级的力量降临 我的天 这股机器 这股力量 怎么比刚刚强大了那么多 殊不知 龙坤的力量提升并不仅仅是涅槃 这唯一的来源 随着他承受的攻击不断变强 他自己积累的战斗经验 也不断变得丰富 更能让他懂得如何驾驭体内这股 霸掘天地的恐怖力量 而随着他对这股力量的操控越发得心应手 彰显出的实战能力自然也是呈直线上升 准确地说 龙坤每次发动的反击都比之前的一次更加强大 这样的提升便是连龙族这些顶尖巨龙也没有经历过 再感受到龙坤爆发出的新一波无与伦比的狂猛攻势 暗翼魔龙终于变得忐忑了下来 毕竟如今的他已经没有了真龙肉身 仅仅只剩下魂体的他 与真正完整的巅峰状态的龙坤凤凰之力驾驭者相比 终究还是吃亏的一方 接连三道恐怖的凤凰之拳轰出 暗翼魔龙的魂体被这焚尽一切般的恐怖力量燃烧得灰头土连 独属于他龙族的骄傲 已经被这新一轮的龙坤的强势反击彻底碾碎 现在感觉如何 暗翼魔龙 你这个长冲 之前我老大没有将你彻底抹杀是给你面子 现在我绝对没有老大那么好说话了 接受审判吧 下一刻龙坤突然腾空而起 双手合并在一处 背后突然一道巨大的凤凰之光腾空而起 恐怖的凤凰拳进 凝聚在龙坤的拳头之中 被他对着虚空奋力打出 刹那间 凝聚着凤凰最恐怖毁灭力量的火焰全光 轰向暗翼魔龙的魂体 六哥小心 在这危险降临的一刹那 白龙老七强势出手 突然对着虚空战场 喷出一道无比凝实的龙之气息 也正是因为这一波进攻 龙坤才终于发现 这白龙老七拥有的本命龙属性 竟然是风属性 也就是说 这是一条风系巨龙 拥有着天地间最快的速度 以及对风属性元素的本能掌控力 果然 随着他一道龙之本源喷出的一刹那 龙坤打出的这道火焰拳被瞬间吹了回来 反弹向他自己所在的位置 白龙 你的对手是我们 就在这一刹那 有些大脑短路的龙坤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反馈 毕竟他实战经验实在是太过欠缺 这一路走来他基本都是靠徐阳的庇护才得到不断的成长 真正让他自己动手的时候少之又少 如何能够面对这来自一道龙魂发出的突然袭击 紧要关头 同样是在晶云谷内部处于闭关状态的五元素时 突然当空而起 又是一股强大的获得了凤凰一脉传承的力量 出现在龙魂的面前 什么 难不成连他们也得到了凤凰一脉力量的传承 这几个小家伙都已经突破了杜结境 这怎么可能 如此短的时间内 谁能够创造这样不可思议的奇迹啊 暗逸魔龙彻底傻眼了 忍不住惊呼了出来 他又如何得知啊 这晶云谷下方乃是真正的凤凰传承所在的地方 而凤凰曾经是这大陆最强大的代名词 要说真的有一脉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 无疑就是凤凰一族的力量 风之咆哮 突然五元素使加入战场 雷阵那小子已获得了一次全新蜕变的 风属性元素力 为自己四个队友降临了无比强大的 风属性加持状态 包括凤凰之力加深的龙坤 也得到了这种增幅 只不过龙坤身上的火焰之力太过强大 毕竟那是属于凤凰血脉本身的核心道统 几乎一瞬间便将雷阵加持的风元素 全部炼化成了虚无 这波被动的操作 属实也是吓了雷阵一跳 哈哈 看来我猜的没错呀 这小子果然获得了凤凰血脉的传承 他的力量已经不需要我们任何人给予帮助了 兵老大冷哼一声 那就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 解决掉那条风龙吧 随着五元素时组合的出现 白龙老七也一并加入了战场 双方新一轮终极对决的阵仗 已经逐渐拉开了 同在这一刻 真正强大的龙老五 则向身边的龙老二发出了一道魂念 二哥 你怎么看这些家伙的提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要不要第一时间进攻那晶云谷 否则的话我真的担心 不等龙老五说完 旁边的黑龙龙老二便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 如果真的一切如你想象的那样 就算我们现在出手也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徐阳的底蕴你是见到过的 如果他真的得到了凤凰领袖 其他的一些可怕传承 恐怕就算是我 也不再是他的对手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静观其变 如果事情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就合我们之力量 不顾一切地抹杀他们尽可能多的人 就算杀不死那个徐阳 以及这个已经得到了凤凰支血传承的龙坤 那抹杀其他人同样也是有价值的 总而言之 就是不能让这些潜藏的危险的一群年轻人 继续活下去 他们就是我们龙族未来最大的威胁 明白 龙老五只简单地吐出来两个字 再也不询问其他任何内容 面色平静地继续观察战场当中的情况 黙老五